大家好,我是抄子 西红柿炒鸡蛋看似很简单 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好吃 今天抄子给大家分享一下 做这道菜的技巧和经验 重新刷新您对这道菜的认知 首先准备三个可爱的西红柿 三个奔鸡蛋 西红柿最好挑选软一点熟透的 做这道菜,西红柿最好把皮去掉 去皮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常见的 西红柿头部改十字花刀用开水烫 第二种也是最快的一种 插上一根筷子在火上烧烤 啪的一声裂开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皮轻松去掉 这种方法美中不足就是有点费筷子 扒掉外皮以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几粒大蒜用刀排鸢做碎 经过我的多次实践证明 放几粒大蒜味道非常好 少许小葱切成小段 葱叶子切成葱花 碗中单纯打入三个正经的奔鸡蛋 放入一点点胡椒粉去腥 少许白醋同样去腥 放白醋还可以使鸡蛋蓬松暄软 用筷子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锅烧空气 烧至冒烟以后放入一勺油 先把油彻底烧热 油热以后倒入打好的蛋液 用勺子轻轻地搅拌 使其受热均匀 前期蛋液先不要可劲搅 先把鸡蛋弹成一个蛋饼 煎好一面 趁其不备翻过来煎另一面 鸡蛋彻底成熟以后 再把鸡蛋怼成大块 个人感觉做这道菜 鸡蛋煎老一点吃着才香 老嫩程度根据个人口味 炒熟炒散以后盛出备用 另起锅放入一点点油 油热以后放入蒜末 葱花爆出香味 小料爆香放入切好的西红柿 开大火快速翻炒 先把西红柿的汤汁炒出 烹入少许生抽抢锅增加鲜香味 现在的西红柿又酸又硬 没有西红柿的味道 所以做这道菜 最好放一点番茄酱 来弥补一下它的味道 放番茄酱不仅味道好 颜色也更上一层楼 放入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 白糖的用量略多于盐 加入小半勺清水 开大火烧开锅 放入炒好的鸡蛋 这道菜略带一点汤汁比较好 拌饭拌面 蘸馒头 嗷嗷香 最后可以稍微勾入一点水淀粉 锁住汤汁 一道百吃不厌 非常下饭的西红柿炒鸡蛋就做好了 出锅以后 撒上一点明天的小葱花 西红柿炒鸡蛋 好吃又好看 按照我的方法做 不好吃 您提了鸡蛋来找我 最后别忘了给抄点个赞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